之前价格不断上涨的美国邮票 将在后天4月10号星期天 迎来第90多年来的第一次降价 平信邮票将从49分前降至47分前 除了平信邮票降价2分前 国际邮件邮费降价5分前到1块1毛5 明信片邮费则降低1分到30分前 这是根据邮政局与国会之前达成的协议 所进行的调整 国会同意平信邮票在2014年涨价3分前 以便集资46亿美元来应对邮局经济困境 不过涨价期限只有两年 从后天开始 平信邮费调降了分前 剩下没有调降的1分前 用作应对通货膨胀 邮政局并不希望调降平信邮费 邮政局长担心邮价调降 会让财政本来就拮据的邮政局 每年再损失20亿元